这个booking list我们理论上查是查得到 第八栏啊 第九栏都没有问题 可是刚刚有同学 就是这个公式里面 只要有一个地方做错 你后面就错了 OK 所以没有那种99分的啦 只要你错一个地方 你就全错了 等于不是零分就一百分 那个地方错哪里 我刚刚看一下 错这边 他好像其实也很难看出来 我看了半天 其实好像也都没有错 看起来好像都对 公式后来我一比对之下 发现其实就是有错 如果你这个地方错了 后面的部分的话就全错了 全错就长这样子 紧NA N是Nut A是Available 紧的话是错误讯息 所以以后你看到查不到东西 那表示就是 他会用那个错误讯息告诉你 他跟你讲说找不到 那为什么找不到 因为呢我们给他的ID 有问题 本来应该是0106 结果这边是0103 0106跟0106就差一个字就不对了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要正确的话 请你在云端上面 做一个比对 做一个比对 那比对部分的话记得就反正 其实已经给各位云端了云端的意思就是说 请你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我已经很贴心的把最后的答案告诉你了 所以你只要做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把这一串 跟什么呢 跟这一串比一下 其实马上有没有 这个跟这个 马上有没有 你可以看 所以我刚刚就这样 就是这样 瞄过去 发现 这里 这里 有没有 马上看出差异了 不然的话说真的 看100次好像也看不出来 倒不如重做了 有时候真的卡一个地方 卡半天就做不出来 所以有时候 这个给你们参考 至少就是你有机可循 OK 所以 不过考试的时候你就不能这样试了 你可能要重做了 OK 好 那所以我把什么 把刚刚这地方改过 把那个 应该是 check 所以你可能题目也要稍微看一下 反正那个题目上面已经有 明确告诉你check in 所以你这个地方的话就是用check in 这个储存格 打勾之后的话 向下填满 只要资料正确 你会慢慢切过来 就马上又恢复正常 所以来源错了 后面就跟得错了 OK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注意 这有连锁反应的话 好 这第一点 这个前面千万不要做错 而且说真的你要找 请各位自己比对一下 把那个云端上面的答案拿来参考看看 好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把这个公式用VBA做输出的话 也就旁边有两个按钮 第一个按钮按下去清除掉 第二个按钮是按下它 它可以自动帮你又完成 OK 那其实这个部分前面我们做过了 这算比较简单的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一样 先怎么样 到开发人员VBA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我如果要撰写这个对应的程式的话 第一个还是要插入模组 那比如说我今天先撰写那个清除ID部分 那清除的话呢 插入一个程序 名称叫做 也许叫清除bookingID这个栏位 按确定 那里面的话就是for I 等于第二列 到向下追踪 最下面列 不过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们之前追踪是从A2 这个时候请各位注意一下 你如果A2感受向下的话 它会跑到1048576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所谓的追踪 你要追踪有资料的地方 你千万不要追踪没资料的地方 OK 那所以请你把A2 改成B2就可以 感受向下 B2有资料 所以B2没问题 你不要一直 因为之前我们都是A2 主要A2是因为A2有资料 那现在的话 因为A2没资料 所以记得 这边把它改一下 B2向下追踪 把A栏的资料呢 把它清空掉 所以清除其实蛮简单 再来怎么样呢 把清除的这个部分 复制贴过来 加上什么呢 加上那个公式 所以我们这个贴上之后的话 假如说我要把公式贴上 其实本来是空的嘛 这个前面都讲过 一先把公式怎么样 做复制 复制之后的话呢 取消 因为可以贴过去 再来请各位就是比对一下 这个跟这个 上面这个跟下面这个 你哪个地方有不一样 那其实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你要怎么样 你要去把那个 那个变动的部分 改成I的部分 所以其实你会发现 这一题还蛮多的 总共有几个地方改I呢 这蛮多的 一 二 三 四 五 五个I 那所以很多地方 假设你贴上之后 你要小心 再小心 因为这个程式 只要贴错 就很麻烦了 你要找 找问题 可能要找很久 所以尽量还是要细心 贴到这个双一号里面 第一个贴上 第二的话呢 找到2 把这个2改成I 算一号算一号一到中间 end end 再一到中间 打一个I就可以了 OK 然后呢 前后空白 这个我想我们前面做了蛮多次了 那后面还有几个 所以呢 后面几个 其实你如果做一个 你可以把它复制 然后呢 找一下哦 不要看到2就贴 这个2可不可以改 这个2 不能改哦 特别注意哦 你如果改就完蛋 这个是指的是第二栏哦 不能改 要改这个哦 所以12345个 好 所以把它贴上 这个贴一下就好 2贴上 这个也把它贴上 这个也把它贴上 最后的话呢 H H比较麻烦 H2 因为它已经最末端了 所以如果你把它贴上的话 好像会出问题 不过你这样贴 其实它跑应该OK啦 只是说哦 它这个I呢 旁边已经没有东西了 所以后面这个东西啊 其实是不需要的 当然你 你现在直接跑啊 它不会影响啦 如果你假设都用贴的 你现在这样跑 可不可以完成 我们试一下 它就出错了 还有个地方 里面如果有双引号的话 比如说MMDD前后 记得怎么样 那再加把一个双引号 改成两个双引号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一个变两个 其他应该就没有了 把它移开看看 好 这样试一下 执行一下 清除 OK 然后 执行 哎 形态不服 形态哪一个 有两个要 两个双引号 OK好 所以哦 把它倒车一下 所以有时候注意一下 这个 好 我看一下 贴上之前 还蛮多的 所以哦 那不如这样好了 在贴上之前 我先把它剪下 先放在哪里呢 我习惯是先放在记事本 先把一个 有没有 里面的双引号 这边一个两个 这边三个四个五个六个 这么多个 所以你干脆用取代的好了 贴过去之前 先取代 把一个双引号改成两个 这样你又不用找了 全部取代就好了 好 这样子应该就一老原 把它复制 利用那个记事本 先过滤过 然后再把这个二 改一下 双引号双引号 移到中间 endend 再加个i 那一样 把这些全部贴 贴完之后 应该就可以work了 所以一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好 这样子贴完了 把它植习一下 也就应该这样OK了 全部OK了 好 这一点有点难度 所以特别小心 然后面呢 当然这个完了之后 booking list也是一样 清除把刚刚 B栏到F栏全部清空 再全部丢进来 丢的方法也是一样 所以做法这个我想请各位 自己再试试看 清除就是 BCDE到F 全部清空 那后面的部分的话也是贴 所以贴的话 这个导比较没有太 只是说里面的双引号 也要注意一下 一个要变两个 然后有变化的要变i OK 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完成的答案呢 云端上也有 请各位自行参考 云端上面 那最后呢 多增加两个按钮 在每个工作表的右边 以后呢 我希望 你做完之后啦 自己按按看就知道 如果按下去可以walk的话 那恭喜你 这样就完成 如果你按下去不行的话 那请各位就是 自行再修改一下 OK 试一下